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雨 东旬经过快气地区的时候去世了 按照《善让式》的剧本 博弈退避让位给雨的儿子 齐 在寄山治阳坐等大家上门来拥立自己为敌 然后就玩多了 大部分的诸侯并没有来支持博弈 反倒是都跑去支持齐了 大家有问题都去找齐来解决 还有人给起唱盏歌 他们说 我们得让地狱的儿子来当我们的君王 博弈可能会有点懵 这和之前的剧本不太一样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实际说是因为博弈的根基太浅 辅佐雨的时间不够长 所以大家都不支持他 但是博弈可是从地顺的时代 就开始担任余官一职了 治水期间还配合雨解决灾区的粮食和土地分配问题 高遥去世之后又明确的被雨推荐给上爹 成为最具合法性的地位继承人 我觉得这根基不算浅了 如果非说缺什么的话 那首先就是没有建立像大雨治水那样大的功劳 所以没有争取到足够的支持者 第二 博弈的继承人地位 还是雨按照政治习惯主动给的 不是他自己争来的 不能形成足够的威慑力 第三 雨是根正苗红的高阳式后裔 而博弈是东裔人 血统上可能是差了点意思 而卓弈们任可起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任可雨 毕竟治理大洪水 诸勉三苗都是天大的功劳 这样的圣人五百年都未必出一个 起 即位之前似乎也没有建立什么功军 但凭借着千人积累的不足实力与影响力 还是在大家的支持之下 继承了雨的地位 上让制走到了生死路口 大家也就没有了按剧本演戏的心情 不惜撕破脸皮 有护士反对起即位为敌 坚决不服宗统治 发动叛论 有护士和下后事似乎还有一些血缘关系 所以有护士到底是因为支持善让制而起兵 还是因为正式投机压缩了绑 而恼羞成怒 借着一个牛头起兵 如今已经不得而知了 反正如果一个救世度的生死存亡 没有牵手到自身利益 正经人一般不会表现得要死要活 起 率领军队来到一个叫干的地方 准备在这里跟有护士决战 关于有护士和干的地理位置 我们只取众多说法中的一种来讲述 有护士作为下后事的亲族 生活在河东到河洛一带 而干位于洛阳西南方向 位于河洛平原之上 这样的话 有护士就有可能是为了下后事 镇守连接中条山铜矿路线的足方 因此有护士的叛乱 威胁到了下后事铜矿资源的安全 没有了可靠的铜矿 就无法制作更多的亲铜礼器 没有足够的亲铜礼器 下后事的军组 就无法举行与上天沟通的仪式 进而失去领导天下的合法性 威胁下后事的统治基础 所以其才会大动干戈 亲自率兵前往中逃 以维护自己的政权 开战之前 起作为领导要讲两句话 也就是适时已适 起在誓词里说 各个战斗岗位上的人都给我听好了 由护士不遵守五行规律 背弃天道地道和人道 上天要断绝他们的运输 如今我将替天行道执行天法 等会儿在战斗的过程当中 车左不从左边进钩 车右不从右边进钩 都是违抗军令 驾驶战车的人管不好拉车了吗 也是违抗军令 遵守命令行动的人将会在祖先面前获得嘉奖 违抗军令的人将会在宗面被疏杀 家属也要一起受罚 这份誓词被称作干誓 如果这份记载属实的话 倒是能够说明夏后市的时代里就已经有了马拉战车 干誓的真实性先不去考虑 记载中能够确认的是 其确实是打赢了这场战争 保住了夏后市政权 并且将有护士族群的大部分重要成员略夺为奴隶 其他并没有被消灭的裁与势力 详细穿越崎岖的小韩通道 一点一点的迁移到了关中平原偏西部分的 如今西安市护一区一带定居下来 而打了胜仗的启在军台举行宴会 天下诸侯都来参加 善让制到这个时候也就正式走到了终点 家庭下的制度确立了 军台思想或许也可以算得上是 夏后市二次建国的标志现实践 因此有人说启才是夏王朝的开创政 修园进程制度最终取代善让制 也许是东方社会条件下所产生的 必然结果 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 在肥沃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 一直以来都是正道 商业投机行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被认为是外门邪道 所以在定居农业生活的长期作用下 这片土地上形成了一个相当稳定的熟人生活 人们世世代代都在同一个地点国定居生活 自然会更重视那些一起生活的血缘亲属 以血缘为纽带组成稳定的小家庭小团体 一定范围内有着血缘关系的稳定小家庭 再构成一个定居家族 不同家族之间互相联姻 形成更大的大家族同盟 血缘与姻亲关系将家族的组织形式逐绩放大 整个文明共同体最终朝着家国同构的中法制国家 方向不断发展 一个有着这种发展趋势的文明 怎么会长期使用善让制来决定最高权力的归属呢 事实上 地窑是在大洪水的影响下守不住最高权力 不得已才让顺继承了地位 梅其名曰 善让 与直接领导致水工作便取得成功 凭借天大的功劳对地顺实行逼供 地顺在迫不得已的状态下 才让善让这出气又眼了一遍 都不过是想在下台的时候保留一点面子罢了 与即位之后 表面上想让上天推荐高尧和博弈作为继承人 让人们产生了错觉 善让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制度 但是 其作为语的儿子 就算想不继承父亲留下的政治经验和政治遗产都很难 而当初侯们发现博弈并没有实力完全压住其之后 他这个所谓的权力继承人就成了一个摆设 再合法也没有用 而初侯们如果在自己的地盘上都不能稳定地实行善让制的话 又怎么可能会在国家最高权力能够实行血缘继承制度之后主动要求实行善让制呢 除非实行善让制会让他们的利益最大化 所以我个人认为从来就没有过稳定的善让制度 古代中原国家的权力有且只有两种传承模式 稳定的血缘继承制度模式 以及相对暴力的改成换代模式 其继承地位只是新生国家权力传承制度回归稳定的表现而已 但是家电下的最高权力传承制度有时候也会出问题 其在位的后期就发生了五官之乱 据说一开始起送儿子五官前往西河 后世的近国人管黄河近闪段以西叫西河 鲁国人管黄河下游河段以西叫西河 五官去的西河是哪一个并不明确 不过自从国异丧失了最高权力的继承权之后 他那些来自东尼的家人们和下河时的关系就有点不大和谐 五官如果是被派去东边的哪个西河 就有可能是去对抗不服从下河时领导的东尼人了 但不管是哪个西河都处于当时的正式核心区以外 在前往西河的第五年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夺权五官骑兵叛乱 也许是因为骑已经老得不能上战场了 这次前往西河平定五官吃乱的博士齐 是彭博盛 叛乱很快平息 而发动叛乱的五官最后回到了下都 至于是怎么回去的 回去之后又怎么样了 并不是很清楚 但作为齐的儿子 发动叛乱并失败 继承权是一定不会有了 就在不久之后 齐的人生就结束了 但夏浩市政权的麻烦并没有结束 在内部 五官可能已经不能掀起什么风烂了 可因为争夺继承权而分裂的各个政治势力 却不会在短时间内就团结在一起 在东方 夏浩市与东尼族权之间的敌对状态还没有结束 而五官之乱可能带来的东部战略防线崩溃 更是会对夏浩市政权造成很大的威胁 就在这危机四伏的环境里 泰康欺赏了父亲的地位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 谢谢大家 词曲 李宗盛